必胜信心坚定决心和不变初心 两岸同胞从心上发力追求心灵气和 让祖国统一的道路越来越清晰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记者朋友们高度关注刚刚闭幕的13届海峡论坛 特别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论坛上的致辞 新闻发言人马小光解读了致辞内涵 他指出汪洋主席的致辞 宣示了我们推进祖国统一的必胜信心 反对台独和外部干涉的坚定决心 为同胞谋福祉的不变初心 必胜信心坚定决心和不变初心 两岸同胞从心上发力追求心灵气和 让祖国统一的道路越来越清晰 必胜信心以强大的力量做支撑 包括道义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 坚定决心是意志的宣示 彰显我们保家卫国 反对分裂的意志 坚如磐石 绝不为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不变初心则体现的是我们对台湾同胞 要安宁 要发展 要过好日子 这一共同心生的回应 祖国大陆实现了14亿人的全面小康 我们同样有能力 让台湾同胞过上更好的日子 海峡论坛是两岸同胞共同认可的百姓论坛 论坛获得成功举办 并结出累累硕果 一批两岸投资贸易行业合作和基层交流的协议落地 彰显了两岸交流的强大民意基础 也显示出两岸融合发展的道路 不会被台独阻挠而中断 反而是越来越宽广 发布会令人耳目一新的是 开场前 现场循环播放着在京台胞参与录制的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推广歌曲 一起向未来 表达了两岸同胞对北京冬奥的期盼和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 一起向未来是对全世界的祝福 也蕴含着对两岸关系的美好期许 两岸同胞要和中共计团结向前 为祖国统一的崇高事业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